結果就發現了一個共同處 就是工廠與惠民學校 使用的是同一款油 是由蜂香油行出售的米糠油 大家好我是代謝老師 我是瘋狗邊 BS Media 祝您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祝您虎頭首位 也祝您吃到虎背胸胸 提醒您在過年期間要記得做好防衣喔 小編造口夜 我們2月7號見 掰掰 歡迎回到藝術檔 我是DK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發生在台灣中部的一場怪病 這個也是黑心廠商系列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事件影響長達40年 直到今天有很多人仍然飽受疾病之苦 我們先從1979年4月開始講起 彰化縣服新鄉外中村 梁火炎家中的二媳婦竟然產下全身發黑的嬰兒 生下來不到2個小時就離世了 幾個月後梁火炎也吐出大量的黃水離期死亡 他的妻子也在隔年去世 而且死後 屍體發出不尋常的臭味 梁信家族有17個人 其中就有13個人出現怪病 同樣的黑嬰兒案例也出現在台中的神鋼箱 還有台中新發工業的員工夫妻 有的是如同前面案例一樣 出生沒多久就離世了 黑嬰兒的特徵就是 顏面有明顯的黑色素 眼睛睜不開 有些黑嬰兒則是幸運長大 但是可怕的是 毒素還是聚集在他們的小手上 表皮有明顯粗糙的現象 指甲則是凹陷進去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狀況又發生了 有一間學校的老師與學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皮膚病 這間學校叫惠民學校 是全台灣第一所為視障生設立的教育機構 學生的臉上與全身都出現大大小小的黑色痘子 一開始老師以為是長青春痘 可是有的學生還不到5歲 怎麼可能是青春痘 這些濃包又癢又痛 擠破的話還會流出白色油脂 然後還很臭 過了幾個星期 情況非但還沒有好轉 學生的臉上都沾滿了黑色的分泌物 嘴唇脆弱乾裂 手指甲發黑 有症狀的學生都帶去給皮膚科看 但是醫生也看不出個蘇伊蘭 擦了藥膏沒有任何的療效 本來以為是校園住宿衛生沒有做好 不過當罹患怪病的師生人數從10人迅速升到150人的時候 校長認為這應該是集體性的中毒 可能是學校吃的方面有問題 於是立刻封存了校方的食材與食用油 並主動送去檢驗 台灣的中央衛生相關單位將這些檢體送去化驗 看是不是農藥 還是我們曾經講過的拱重毒 總共做了8種包含金屬與細菌的檢測 卻沒有任何的結果 幾個月後 衛生單位寄來了公文給惠民學校上面寫著 食材與食用油都沒有問題 台中的衛生局也派人來調查 他們以為是井水受到污染 但是後來確認水質是安全的 最後下了一個結論 衛民學校的煙囪射得太低了 所以導致那些煙冒出來 才產生了這些怪病 然後校長就把煙囪做加高動作 但是奇怪的是 怪病還是沒有停止蔓延 另外一方面 衛民學校董事長 同時也是台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主任董大成教授 來學校巡視的時候 一看嚇一跳 怎麼所有小朋友都長滿了籠包 就帶了幾個患病的孩子到台大醫院就醫 甚至組織了一個內科 病理科 皮膚科還有公衛系的專業團體來研究怪病 然而還是找不出原因 這種詭異的皮膚病不只出現在惠民學校 同時也在台中彰化一帶 很多人有相同的病狀 台中的沁陽紡織公司也向當地的衛生局 機構反映 員工之間發生了離奇的皮膚病 於是 怪病延伸成莫名的恐慌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在學校附近的工廠 掌農包的員工也超多人 惠民學校負責採購食材的老師 就自行去探訪這些工廠 結果就發現了一個共同處 就是工廠與惠民學校使用的是同一款油 是由蜂香油行出售的米康油 而蜂香油行的來源 則是向彰化油脂公司購買 也就是說這一批油 源頭就是彰化油脂公司製造的 同時有一位皮膚科名醫 高信義醫生 他收到一封來自彰化秀水箱的信 上面寫說 他們一家八口都罹患了怪異的皮膚病 那他就親自過去看著 發覺患疹的確一家人都長了 黑色的疹子 一樣也是擠破以後會發出臭味 連飼養的豬也有長 所以高醫師也向地方的衛生單位通報 這時候關鍵來了 惠民校長的朋友是一名張信醫生 他想到11年前 在日本九州行醫的時候 曾經有看過類似的症狀 所以馬上就通報了台中縣的衛生局 衛生局的記事 比對以後 驚覺這種集體症狀 的確很像日本1968年發生的 郵政事件 當時在福岡縣有一間食用油工廠 因為疏失 勿將一種化學物質混到米康油裡面 這種化學物質叫做 多綠聯本 造成了長期福岡 佐賀地區的民眾 總共有14000人物食因此中毒 症狀就是手腳發黑 身體有黑色濃瘡 疾出來有惡臭 這個是人類史上第一起案例 台中彰化一代病患 症狀描述 就跟1968年的事件是一模一樣的 因此政府就高度懷疑 這可能是多綠聯本引發的 可是問題是 台灣當時沒有相關的機器 可以檢測多綠聯本 只要將惠民學校使用米康油檢體 送去日本九州大學來化驗 那當然 送去化驗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目前彰化油脂公司製造出來的米康油 有這麼大的疑慮 那應該在化驗結果出來之前 就要先下令停售 可是政府卻沒有這麼做 於是米康油就一直賣一直賣 導致更多無辜的民眾就吃到這些油了 一個月以後 九州大學的檢驗報告結果出來了 果然就是含有多綠聯本 恐怖的是 只要協議中的多綠聯本含量超過百萬分之五 就會嚴重危害人體 而我們台灣送去的檢體含量 竟然高達百萬分之108 簡直是嚴重超標 好了 那曾兄已經抓出來了 但是多綠聯本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解釋一下 它簡稱PCB 具有耐強酸耐強檢 不會燃燒不易導電的特性 所以在工業用途上 常被當成絕緣體 例如電力公司的變壓器 油漆 印刷油 潤滑油等等的產品 因為它是結構超穩定的化學物質 所以在自然條件下是不易分解的 只要進入河川與湖泊中 被魚蝦或是動物攝取 就會永遠留在脂肪與脹氣之間 甚至科學家發現 在沒有工業污染的北極熊身上 都可以找到多綠聯本的污染 是一種毒性非常強的化學物質 就是因為它的持久性有機污染 還有毒害環境 各國在2001年之後 紛紛禁止使用多綠聯本 台灣米康有事件 坊間都說多綠聯本中毒 不過在學術界 更精確來說 是多綠聯本反覆加熱 產生了多綠浮南 所以其實是多綠浮南中毒 多綠浮南的毒性與化學結構 很類似世紀之毒之稱的 戴凹星 最可怕的戴凹星中毒時間 大家一定沒有想到 就是越戰 美軍當時從空中 向叢林噴灑有毒的藥劑 成績 成績就是除草劑 在戰術上 美軍的目的是 想要去除敵人藏身的數理 但是沒有想到 成績裡面還有戴凹星中 毒性最強的TCDD 很多越南的嬰兒 就出現了畸形 越戰結束30年後 每年仍然有超過500名的基星兒出生 甚至美國也害到自己的退伍軍人 他們也會長黑痘痘 罹患癌症的比率大幅增加 好 我們回到台灣怪病事件 為什麼這麼毒的多綠聯本 會跑到米糠食用油裡面呢? 其實真正原因已經是一個謎團 很難去追溯 不過一般來說還是流傳著兩種可能性 米糠油在製造的過程 因為它有一個鼻 有一個味道 有一個步驟是必須進行脫臭 然後再加熱處理 彰化油脂公司 把多綠聯本當作加熱媒介 蛇形加熱鋼管 就有一天突然破裂了 多綠聯本 因此就外洩混入米糠油之中 不過彰化油脂公司的老闆 陳存鼎先生 他始終否認這項說法 他說市面上根本就買不到多綠聯本 而且全台灣都有跟他們買油 但是出包了就只有神鋼香的豐香食品油行 他懷疑是豐香自行在油裡面加工 但是調查人員認為 老闆陳存鼎只是在狡辯 因為他們後來在這個廠房的確找到四大同的加熱媒介 豐香食品油行的老闆劉崑光更是否認到底 他完全沒有必要刻意去加入多綠聯本 況且他一家五口都吃了自己賣的米糠油 全身也長滿了黑色豆子 就這點以邏輯上來說 他應該是不知情的 三立新聞在2019年追溯這個事件的源頭 他們訪問到事發當時回收問題米糠油 作為工業用油的廠商張伯和先生 他說 當年彰化油脂公司收購炸鍋泡麵的廢油 為了節省整本 這些廢油裝在二手的油桶裡面 問題就是出在這些油桶裝過多綠聯本 因此整逼了廢油拿回去油場經驗的時候 油槽都被多綠聯本給污染了 這個說法在陳昭露寫的被遺忘的1979第53頁 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推論 那不管是哪個說法 彰化油脂公司的老闆陳存鼎先生 就是首該負責整體事件的人 無論陳存鼎在怎麼狡辯 調查人員後續的確在工廠的土壤 驗出大量的多綠聯本 彰化地檢署火速將他收押 1980年2月 彰化地方法院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重罰一億三千萬元 可是在賠償方面 陳存鼎的財產早就移轉給他的人 非常可惡 沒關幾年 他身邊就獲准保外就醫 後來因病離世 所以呢 有吃到獨有的患者 沒有得到任何一句抱歉 以及任何的賠償 求償無門 而且他們沒有想到 這種毒素 會在他們的體內存在一輩子 多綠聯本中毒以後 過了8年 他在血液的濃度才會下漲一半 過了24年 患者體內的多綠聯本 遠超過一般人的7倍 多綠輔染則是遠超過80倍 這種毒素 是一種環境荷爾蒙 所以也會影響下一代 這也是為什麼 患者會生出黑衣的根本原因 有症患者可能罹患的疾病 男性方面是肝硬化與慢性肝炎 女性方面則是糖尿病 紅斑性狼瘡 以及記憶力衰退 以上是證實的病狀 還有大大小小的病症 在醫學界上是很難去舉證的 主要是說 多綠聯本與多綠輔染 已經徹底破壞人類的身體系統 所以才會有大大小小的疾病產生 許多的慢性疾病是逐漸的醞釀 失念以後才會出現徵兆 有時候甚至長達40年 因為細胞的突變 演變成癌細胞 目前醫界對於郵政 是沒有任何有效的治療方式 患者就像是被判的無期徒刑 無故的靈魂一輩子被囚禁在多病的身體裡面 1986年日本郵政事件爆發的時候 日本政府只花了一個半月就找出了原因 但是台灣政府卻在日本事件11年後發生時 惠民學校早在1979年4月就向政府衛生單位通報 但是他們卻花了半年的時間才找出原因是多綠聯本 讓無故的民眾又多吃了半年的毒油 雖然事件主意的確是黑心廠商所造成 但是像郵政這一類的公害 其實我們應該要秉持著無過失主義精神 主動出面維護他們的健康權 所以台灣當局有發放所謂的郵政卡 你只要憑這張卡看病的時候就有一些優惠 但是動手速來開刀還不至於免錢 還是要自給自付 而且這張郵政卡重點是常常遭到歧視 實際的協助並不大 單單只有行政上的救濟 對於疾病產生40年的郵政患者是嚴重不足的 所以長時間以來都有一些人在呼籲 我們要透過立法從法律層面來協助他們 終於在2014年 立委林淑芬就提出了 郵政受害者救濟法 在2015年1月22日 立法院刪讀通過郵政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 他們在社會上的一些狀況 才稍微有一些改善了 不過就如前面說的 這種東西再怎麼補償 是世紀毒素呢 就一輩子留在身體裡面 然後呢 還會透過胎盤來傳給下一代第二代 講起來真的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話題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曾經台灣發生過這麼荒謬悲痛的事件 我是DK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